你看 你看 兩個圈圈 好 那這兩個圈圈畫出來之後呢 因為你要用黃的畫嘛 就是用黃色的 這樣的 等一下畫的時候 顏色會在一起 好 然後這個 黃色的顏料 那你筆頭要沾咖啡色 筆頭要沾咖啡色 那你如果認為說水分太多 你從筆肚子去吸水 從筆肚子把水吸掉 對 還有一條線 這個 有一條脊椎線 講到這裡 脊椎線你可以定的喔 可以高一點低一點 好 然後呢 我們就畫頭殼兩筆 一筆 兩筆 是彎的喔 彎的 衛生紙 OK 好 好 就等到它在暈的之前 我們把它吸一吸 吸一吸 那這樣子呢 你會看到 這個是 這個是個 兩個小圓 中間 中間有一個縫 這個縫呢 就像我們這個小孩子生下來的時候 這個頭頂那個 還沒有合起來 開開了 啊 雞也一樣 雞也是一樣 這樣子 然後呢 後面的那個是一個 脊椎線 它雞的翅膀是在兩側 不是在中間 是在兩側 所以 中間是什麼呢 中間是它的背 背上面沒有翅膀的 啊 好 所以我們呢 就把那個背部啊 背部這條線 這條線 給它畫一下 這個是背部的那條線 好 然後呢 左邊翅膀 右邊翅膀 左邊翅膀 還有右邊翅膀 右邊翅膀 因為 因為它這個 這個雞的 方向是 向那邊 所以這邊 比較大 所以這邊的翅膀 當然要比較大一點 當然要大一點 好 OK 好 這樣就很明顯了 你看 頭殼是兩筆 背 背 翅膀 翅膀 對不對 好 現在再來 再來呢 我們要畫 它的 臀部 要畫臀部 臀部 臀部呢 這個筆尖呢 稍稍向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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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子 好 那麼它的腳 它的腳 它的大腿 在這個地方 然後用墨 用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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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墨我們要來畫眼睛 眼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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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這裡 然後 它的嘴巴 是 這條中間線過了的延伸 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好 這樣子 腳 腳 腳是紅色的 等一下啊 我們那個下巴 把它畫出來 好 現在這個已經 眼睛已經有了 眼睛已經有了 腿也有了 那麼這個 要畫那個 飛魚翅膀 飛魚翅膀 這邊呢 那邊的話 比較小一點 只看到一點點 只看到一點點 這邊就大了 這邊就大 比較下垂 比較下垂 好 那麼這個 基本形狀 基本形狀就 都有了 基本形狀都有了 然後呢 再 畫它的腳 那它的腳 腳是紅色 小雞的腳跟嘴巴什麼 都是紅色的 好 這個 先往後 然後往前 一 二 三 後面 這邊 這邊 稍稍露出來一隻 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是小雞 這個小雞就這樣 這樣畫 我們再來畫 其他姿態 雖然我們這個畫稿是告訴你怎麼畫 其他呢 我們來變 來 我們現在再來 我們還是用黃色的來 拿一個